对于帕尔玛和国米的球迷而言,克雷斯波一直是一个难以忘记的名字。 作为一个从帕尔玛成名的球星,克雷斯波在国米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116次出场,46个进球,这是这名伟大的阿根廷前锋留给国米最后的礼物。 可惜时至今日,现在的国米进攻火力,比起克雷斯波那个时期,差得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 球队的前锋,四场比赛加起来总共也只打进了三个球,平均下来前锋们场均还打进不到一球,此一对阵升班马帕尔玛。 国米的前锋们迎来雪耻的最好时机,毕竟虽然对手的副主席是他们的传奇射手克雷斯波,但他毕竟不能下场比赛, 而且对手15年经历了破产风波之后,在今年才刚刚回到一甲,开场仅仅8分钟,坎德雷瓦就在大禁区外突尸冷箭, 可惜他的射门被塞配一个侧铺挡在门外。 7分钟后,国米再次迎来破门凉机,又是坎德雷瓦,他在右路的45度斜长船, 被帕尔玛球员顶到了后殿无人钉房的佩里希奇身前,可惜佩剑立功心切, 他的凌空抽射,没能控制好角度,直接将球踢上看台。 随着第40分钟,佩里希奇左路持球突入禁区,无视中路跟进的凯塔,小角度强行射门再次被封堵之后, 国米只能0比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国米继续对帕尔玛的球门发起潮水般的进攻。 第56分钟,又是佩里希奇,他在进区左侧的球后果断内切,面对两名防守球员的封堵强行暴射, 球虽然越过了门将直奔球门,但是回防及时的迪玛科尔还是在门线上用身体将球挡出。 比赛的转折点在第79分钟,在下半场后上演门线就显好戏的迪玛科尔进区外的球,只见他带了两步后,稍作调整, 在距离球门还有27亩的情况下,左脚外脚被抽射,皮球画出的弧线之挂死角, 1比0,被果米压制了大半场的帕尔玛,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改写比分,绝杀了一甲豪门国际米兰,爆出了本轮连赛的最大冷门。 此一过后,果米四场比赛仅仅取得一场胜利,再多赛一场的情况,下排名连赛第12,而战绩如此糟糕的原因, 除了主教练斯帕莱迪的遭高战术之外,球队主力前锋伊卡尔迪更是一球不尽,或许看台上的克雷斯波此刻心中一半高兴一半伤心, 他高兴的是,自己深爱的帕尔玛,终于拿到了回归一甲后的首个三分,而伤心的是,曾经封现巨星云集的果米,如今已经落魄到连当家前锋四轮比赛过后,连进球账户都还没能打开了, 不知道国际米兰会不会分外想念曾经在梅阿茶球场上吃炸风云的克雷斯波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